2020年2月2日,因写法为 2020-0202被称为完全对称日 又因写音为爱你爱你 也被网友戏称为最佳领证日 但当天正好是周末 并非民政部门工作日 日前,郑州市民政局瞎发了 关于2020年2月2日正常办公的通知 16个婚姻登记处均可办理 1月17日,记者在金水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看到 来领证的新人络绎不绝 工作人员介绍 针对完全对称日 他们已提前做好准备 正常情况下是法定休息日 但是市局给我们下通知了 就是2月2日正常上班 2月2日我们要增派人手 增加窗口 早上提前上班 然后来满足广大新婚登记人的需求 据郑州市民政局统计 2019年郑州有143214对新人领取结婚证 在金水区办理结婚证的有12000对左右 工作人员介绍 每到2月14日 5月20日七夕等热门节日 他们一天的工作量是日常的数十倍之多 在他们看来 婚姻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 不一定非要扎盾办理结婚证 叫我来说吧 反正哪一天都是 你只要哪一天来登记 哪一天就是好日子 至于说2月2啊 像比如说他以前说的什么 这个七夕节呀 2月14啊 其实也没有必要在乎这种大的节日 只要你两个人感情好 哪一天来登记 哪一天都是好日子 也不要非得说扎盾来登记 扎盾来登记结婚 这样对我们来说是给我们 反正就是比较忙活的一天 据了解 新人结婚登记 需准备双方身份证 户口本元件及复印件 三张两寸近期免官合照 到婚姻登记处 领表填写申请书即可办理 今年60多岁的杨瑞寅 在金水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从事保安工作三年左右 他距离婚姻登记纪念台就两三步 常常被邀请充当摄影师 一天最多能帮30对信任人拍照 拍照不收钱也不是本质 但他乐在其中 每当遇到结婚热门日 对摄影厂的他而言 拍照对象不增反将 更多精彩 我这因为人多比较忙 有时间还要帮着回应 就是没时间帮着他们拍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